叙利亚战云密布,此前一度行踪成迷的叙利亚总统巴萨尔萨德日前也多次现身,鼓励叙利亚军民积极采取自卫行动。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萨纳报道,巴萨尔29号在大马什格会见了一支野门政界代表团。 巴萨尔在会见中表示,对叙利亚发动直接打击的威胁只会使叙利亚人民的意志更加坚定。 巴萨尔还强调,如果叙利亚遭受攻击,将会展开自卫行动。 另据与叙利亚政府关系紧密的黎巴嫩媒体消息报报道,巴萨尔日前与叙利亚军方官员举行了会谈。 会谈中,巴萨尔对叙利亚军方官员说,你们应该从危机开始就预料到现在的这一刻了,我相信你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战斗保卫国家的准备。 我希望你们把你们高昂的士气传递给你们的士兵和所有叙利亚人,我们会在这场历史性的战斗中获胜。